自1938年2月18日到画面中的这一天 日军队陪都重庆已经进行了103次的军民无差别轰炸 重庆上空平均每周都会响起防空警报 老百姓夺警报 钻防空洞已经成为生活常态 当时重庆市的居民区 商业区 医院 银行 报警 都聚集在这个方圆不过三平方公里的主城区鱼中半岛上 这也是日军轰炸的主要对象 但我们看不出人们有慌乱的神情 生活仍在继续 这一天是1940年8月19日 第104次大轰炸即将来临 第一个灯笼升起来了 这表示日军的轰炸机已经从汉口机场起飞 大约两个小时到达重庆 灯笼是警告人们准备撤离到防空洞里 消防员们出动了 他们会驻扎在可能遭到轰炸的重要地点 红十字救护车也出动了 准备轰炸后的救治工作 现在第二个灯笼也要升起来了 这是日军轰炸的最后警报 离轰炸时刻越来越近了 街上的气氛开始紧张起来 整个重庆城都行动起来了 人们陆续带着部分贵重物品进入防空洞 另外一部分市民则渡船到长江南岸 在更开阔的地带躲避轰炸 1940年8月19日下午一点钟 一百九十架日军轰炸机分四路 对重庆主城区实行地毯式投弹 在半个小时内扔下二百吨炸药 平均每个四秒钟就有一颗炸弹投下来 雷伊斯科特趴在重庆的美国大使馆屋顶上 全城拍摄了这次轰炸 半小时后 重庆核心区全部沦为废墟 郊外及江北的广大地区 遭到空前的破坏 其惨烈程度 远远超出以前的历次轰炸 本片素材出自纪录片 虎干 虎干由美籍华人李宁爱 与美国记者雷伊斯科特合作完成 与美国记者雷伊斯科特合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